你跟我在一起两年了 你那些网友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对 因为他们对你也不满意 因为你总是说我 只在他们面前也说我 我的哥们都说 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 我不是说你哥们 我说你的那个网上的那些网友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别人没有问我是不是单身啊 难道别人没问我 我主动跟人姑娘说 哎你好我是单身 来姑娘我想问一下 后悔到北京来吗 其实理智的时候是确实很后悔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久 点点滴滴 我们俩都是相互融合的 我确实没办法离开他 那他不上进这件事也能忍吗 也许他真的是可能 需要追求他的理想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理想再梳理一下 看我们能不能去实现 好吧 你跟我的理想根本就不一样 你的理想是什么 过自由快乐的生活 你的理想是什么 跟他一起过自由快乐的生活 这个理想太好了 就说你的理想是建立在他的基础上的 失去了他就失去了理想是吧 爸妈什么意见 我爸我妈也想让我离开他 见过吗 见过 为什么他们也想让你离开他呢 因为他们觉得 我一直在被他折磨着 这个是他们看到的状态 还是你回家去表述的呀 其实我没在我父母面前说过他的不好 那他们怎么会说他一直在折磨你呢 我有些时候不应该去打扰你 父母这是我的错 你怎么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 我手机有时候他打不通 他就去我父母家 我朋友去我们家的时候 跟我爸妈聊天 其实他们也会聊天 我听明白了 就是你现在其实是四面楚歌呀 他朋友和他父母都不支持你是吧 其实我觉得他父母还有他朋友 不是对我的否认 而只是觉得我做事的方法 可能有点过激 有些时候我可能影响到 他们的私人生活了 这个确实是我 你确实影响到别人的私人生活了 你要是觉得我现在 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我可以尝试着像以前一样 你跟以前一模一样 你还是这个样 那你怎么就对人家变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了解他 你这是什么逻辑 因为不了解而相爱 因为了解而分手 是吧 我就搞不懂了 听听老师们 看看怎么帮这个姑娘和这小伙子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本圈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会跑到他老公所有的朋友的家里面去 一个一个地方找 这个不是爱情 控制 他就是特别喜欢控制别人 他也特别喜欢控制我 如果我不爱他 我不会这样去做 你爱我就是控制我是吗 你爱我表现方式就是控制我 爱跟控制 我是担心 你看 你说你是担心 我可能有的时候想太多了 你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一个私有品 姑娘 你觉得我爱他 他是我的宝贝 我一定要呵护他 我一定要保护他 我一定要督促他 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如果你真的爱他 不是这个方式 是留有余地的 宽容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是两个人一起商量 做一些改变 而不是把他逼到墙角 他不光折磨我 他还折磨我家人 还折磨我朋友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控制欲的存在 第二点 我想说 两个人为什么之前那么爱 现在又不行 之前你们的所有相爱 都跟空想有关 立江 在一起什么都不敢说理想 回到北京来 所有的旅游点 吃喝玩乐 等等等等 都跟空想有关 都跟玩有关 都跟你们的梦有关 但是一旦落入生活这块地方 完蛋了 价值观不同 我觉得我们俩的在一起 生活就是 不需要那么多钱 也不需要 是啊 不要钱 不要钱 天天后的肚子就能实现联想